台湾凤梨没办法削大路 蔡政府要百姓多吞一颗多凤梨 还有亲女名嘴喊一人一天18公斤 把人民当吃货真能解决危机 凤梨国家队要吃爆台湾凤梨 有的人胃溃养是不能吃凤梨的 你今天吃凤梨明天吃什么 除了水果 我们以后每天就吃水果餐好了 18公斤凤梨 那明天要吃18公斤四家吗 后天要吃18公斤的柳丁吗 那我们是姿态很高 要赚很大的钱 那你一定要有本事吗 我就讲嘛 真的有本事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而不是只是大内宣 全民一起吞凤梨到底要吞到何时 教授康批蔡政府天天喊大陆依赖台湾 面对凤梨危机实施作为却看不到 他买我们水果的时候 我们就那是同在 他不买的时候呢 就是他阿爸 买你也骂不买你也骂 那你到底知道是怎样 而且谈是蔡英文的责任 蔡英文不谈是他逃避责任 是他不负责任 对不对 然后还是不谈 这个算什么国家领导人 想跟WTO申诉台湾确禁大陆六百多项产品 恐怕自己先吃亏 蔡政府意识形态逢中必骂 面对禁令危机 只盼政府快想出解放 不要只是叫人民吞凤梨 记得林县县离学员 ACG小组台北报道